日带店铺的分享视频 对上一次的韩代店铺分享完了之后呢 在评论区还有私信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有没有日带店铺的分享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那日带店铺呢 我通常买的一些品牌呢 就是CDG Play Champion 然后还有Chrome Heart 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也是全部无广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看下去 全部都是我自己买过 然后很靠谱才会来跟你们分享的 对然后那我们就非常不多说 值得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家呢 叫做杜秋加美 这个是我来美国留学前 非常非常喜欢买的一家店 他们家的话呢 我之前主要就是买CDG Play的衣服 还有Champion Champion的话呢 日版其实比美版质量要好很多 而且穿上也会更加舒服 所以我之前买Champion的时候 都是找这一家日带买的 还有之前分享过的CDG Play的开衫 还有一些短袖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有部分是在美国买的 这个的话呢 我就之后再来跟你们分享 这些海淘的经历啊什么的 就放在下一次视频再跟你们说 然后回到这一家店的话呢 就是我之前买的时候 他们家还只有卖CDG Play 还有Champion 但是现在他们拓宽业务了 像是Cangruz 还有Stussy FR2 这些牌子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我现在稍微看了一下 我觉得FR2有非常多的短袖 还有Stussy有很多的这些长袖T恤 都非常值得买 然后挺分享给你们的 接下来分享的这一家呢 叫做夜光奶嘴日本正品大沟直油 然后我之前是在他们家买三宅一生的包包 我买过两个三宅一生的包 都是在他们家买的 他们家除了三宅一生的包包以外呢 还有CDG Play的衣服 还有一些经典款一点的Embush啊之类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之前是只在他们家买过三宅一生的包包 所以就不具体细讲了 然后分享给你们 接下来分享的这一家呢 叫做黄罐给你戴Japan 这一家的话呢 因为我有家店主嘛 所以我真的是在他们家买了太多太多东西了 像我之前买的Embush的衣服 还有克罗辛 我们基本都是在他们家买的 还有大家一直在问我 之前去年出过了一个外套合集的 蓝色马蹄的克罗辛的外套 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但是那一件应该是买不到了 是之前的一个限定款 他们在带的品类就特别多 除了一些克罗辛 还有Embush上的品牌 还有一些奢侈品的代购 像是一些chanel LV啊也是可以带的 这个就是真的非常分享给你们 就是我至今都还很常买的一家店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接下来分享的四家呢 都是我买过比较靠谱 卖KFAM的店铺 店铺的名字呢 分别是奶奶在东京 TOKOLINE 东京帅德 还有All Metaphysical 这四家店铺卖的衣服 基本就都相同 然后是以KFAM为主 然后辅卖一些别的品牌 因为别的品牌我没有买过 主要是买KFAM 所以我就也不具体多讲 但是这几家都是蛮靠谱的 价格的话呢 基本上其实也都差不太多 对然后挺分享给你们的 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啦